你要不认识我们俩 你出去只会骂一个人呢 谁啊 郭德纲啊 凭什么骂人家 但我特别都希望你们去骂郭德纲 为什么 因为我师父叫于谦 这位号召众人去骂郭德纲的人 就是人称德云社大哥的冯赵阳 能说这样的话 真的能对得起大哥这个称号 作为于谦为数不多的弟子 冯赵阳跟一众同辈的人关系非常好 尤其是张云磊 早年前两人曾是搭档 配合十分默契 大哥这个称号 也是张云磊给叫出名的 于是德云社的众人就跟着张云磊 一起叫冯赵阳为大哥了 既然已经叫大哥了 冯赵阳在舞台上做出的事 也确实像大哥能做出来的 这不直接就在演出中 罕见大爷自己的师父为谦儿 你在这时候摆身份 那个没有必要 你说事实 我跟你说谦儿 谦儿 除了敢直呼自己师父的名字外 还说少班主将来的儿子可能是他的 以后也会结婚的 他也会有儿子呀 是 他的儿子有可能是我的 什么 徒弟 大哥果然是大哥 说出的话 那就是不一般 逢赵阳的胆子 那可不是一般的大 甚至连德云社的副总阮云瓶都敢吐槽 是一个直辖 总队长又是一个直辖 还兼着德云社的副总 是 德云社老老少少商言都由他来指派 是 电视节目也都是他去安排 你安排你就是个工作人员 你去干嘛呀 冯盗阳作为师父宽的徒孙 就连自己的师爷也敢霍霍 果然这一声大哥不是白叫的 虽然冯赵阳的辈分不高 但是架不住人家有外号呀